女士們先生們 可言是品牌代理人宋倩 歡迎倩倩 哈囉哈囉 歡迎歡迎 我覺得就是咱們普通人 真的是走在地毯上 我覺得倩倩是走在大家的心底 每一步都真正的烙印進去 讓大家浴板 好的 歡迎倩倩 那我們今天現場 有非常非常多很喜歡你的朋友 同時呢 我們在主播片當中有很多粉絲 在雲觀看我們今天現場的這場慶典 要不要跟大家都打招呼好不好 哈囉哈囉 現場們大家好 我是宋倩 雲端的朋友們你們好 太有愛了 而且這一次的話 來到我們科研室 一百七十週年的慶典現場 感覺怎麼樣 這個粉紫色的頭髮也太美了吧 謝謝 從漫畫裡出來的感覺一樣 謝謝謝謝 今天現場我覺得 哇 簡直固執得太好看了 我剛才已經拍了一圈照了 就真的太好看了 然後能夠跟大家住在這裡 一起給科研室過一百七十歲的生日 真的太開心了 祝科研室一百七十週歲生日快樂 哇 太暖了 而且同時我覺得今晚可能要上熱搜 哇 有種不祥的一點 開玩笑 那同時呢 我們科研室從我們的一八五一年一路走到今天 我覺得真的非常厲害 那同時呢 倩倩也是我們的品牌的代言人 所以在這裡想問一下 這什麼時候開始知道科研室 然後同時對科研室的印象是怎麼樣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其實很早就開始知道科研室了 然後親自去種草去用 比如說像最開始我用的是高寶石面霜 然後金盞花賞膚水 鞍白瓶 牛油果眼霜 然後牛油果面膜 就各種各種我覺得就是 可能一口氣都受不過來的 你這個如鼠家真的太專業了 我這骨頭骨頭先生的功效被你搶的感覺 就真的太好用了 然後而且越用越喜歡 越想用其他的東西都一起用來 然後所以給我一直以來的印象就是科研室非常專業 然後非常安全可以放心地去使用 我覺得真的是智趣相投才能成為一家人 所以真的非常開心 現在能夠加入到我們科研室的大家庭當中 那其實呢 剛才呢我們有提到幾個關鍵詞 我覺得有一個詞 我覺得特別適合簽研室就是專業 用不得知道其實我們簽研室還有非常多 關於專業的影子以及關鍵詞 而且很多人都是稱我的簽研室為全能型藝人 我覺得不能叫全能型藝人 叫天才型藝人 而且呢 作為演員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認可 獲得了很多的獎項和榮譽 那一路走下來 你覺得讓自己堅持下去的這個原因是什麼 呃 一個是努力 一個是熱情吧 就是一直保持一個熱情 始終對自己熱愛的事物保持了一份熱情 那其實在晉級人的作品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演技是非常厲害 而且呢 對於不同的角色 進行了一個很深入人心的演繹 為大家呈現出了不一樣的松茜 那當初是為什麼會嘗試要演戲的 這個初心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就是很好奇 就是想要看看自己還能做些什麼 然後能不能做到 所以就開始覺得 就是可以挑戰一下 嗯 OK 勇於挑戰冒險精神 也是我們核心精髓之一 那還記得廣我幾歲嗎 記得去年的那個 對對對 是當時倩倩和我們的科研系有特地的合作拍攝了一個情感態度大片 而且呢裡面我們邀請到了幾組不同年齡段的人物 像牛本老師對吧 像榮子山還有王盛迪等等 那這個片子真的非常有看點 那跟大家分享拍攝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兒 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當時其實是第二次跟牛本老師一起合作了 就是覺得 哇 很有活力 然後然後一直在現場 然後反而是我從老師那邊獲得了很多的能量 我覺得就是在現場一直都很開心 然後也很願意跟我聊天 對然後就覺得啊 就真的是 我覺得是主題那樣 就是管我幾歲 就是不要被年齡啊 或者是標籤啊 這些外在的東西束縛它 其實自己保持一個初心 然後保持一份熱情 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 說得太棒了 不怪是我們的代言人啊 而且我覺得當時拍攝現場 肯定會特別特別熱鬧 應該很好玩 很想去 而且呢其實說到我們科研系 大家都知道呢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熱衷於 就是工藝環保事業的品牌 那我記得千姐也參加了很多的社會公益 包括向慈善組織捐贈善款 還有呼籲號召大家一起去保護生態環境 那這些我覺得都非常厲害 那當初做公益 做慈善這個初衷是什麼呢 那跟大家再想一下 我覺得我的職業 就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我覺得可以通過我的一些影響力 然後可以呼籲大家 一起來做這種幫助 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世界 有幫助的事情 哪怕我可能只能 一點一點去影響更多的人 但是我覺得能夠做出一份貢獻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 沒話說的一份責任 真的是滿分女神啊 我覺得你的工作 不是公眾人是女神 真的是 而且呢其實 剛才有聊了那麼多 我們今天晚上主題是 因熱愛有火花 那我們接下來呢準備了 也是收集了一些問題 我現場來問一下 第一個問題 說出最近最熱愛的一件事 最近 染頭吧 哈哈哈哈哈哈 OK很棒 那第二個問題 說出最熱愛的一支單曲 一支單曲 一支單曲 有點難 太難 這是最 今天晚上最難的問題了吧 嗯 嗯 選一個 就現在想到的 金斩化水 金斩化水 背後也很大一支 對 好的那接下來的話 是最後一瓶 最後一瓶 我剛剛差點說 最後一瓶了啊 用的也是很快 那同時的話呢 我相信我這個肯定會賣到脫銷啊 千斤已經為他開始打扣了 那最後一問題 柯研士 最讓你熱愛的一點是什麼 用一個詞來概括 一個詞說得過來嗎 呃 用你最熱愛的 專業 專業 專業是嗎 我覺得也是沒錯 那同時呢 不知道我們直播間色的觀眾 有沒有get我們千斤的同款熱愛 那今天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 紀念的一個日子 也是我們Kills科研士 一百七十週歲的生日 要不要現場在舞台上 為我們的科研士送上一句 生日祝福可以嗎 嗯 就是希望 呃 科研士越來越好 然後未來的一百年 然後我們一起期待 然後 也希望科研士能夠帶給我們這些消費者 更多更安全更高 更專業的護護品 太棒了 同時呢 我們也要希望我們的松茜在音樂 在演藝的道路上 越來越好 就像我們科研士一樣 好不好 好加油 好 掌聲鼠中間 謝謝千斤 我們先落座 稍時休息一下 來這邊請 小心一下台階 來 工作人員可以稍微扶一下 真的太棒了 每次看千斤都會有一種心臟漏跳半拍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同感啊 好的 好